同样都适合前日明星同况,胡哥眼神不简单,只有他还想要抱抱俗话说每年的七、八月份是一年一度的分手季,不过之所以会这样定义,是因为针对的是大学生而言的,分手季也叫低业季,出于异地恋或者工作地的不同,很多情侣会选择在这个分岔路口选择分手,对彼此都很好。 但是我们的娱乐圈明星们也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凑热闹,就单说八月份分手的情侣就好几对,首先是妮妮和景博然,再到后来的看清子和纪凌晨,杨子琴俊杰,这些明星们当时公布恋情的时候外界可是很看好的,恋爱期间的狗粮也让我们吃了不少,不过天不如人意,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,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块。 身为局外人的我们只能是默默地感到遗憾,毕竟两个人开始能走到一块也是很不容易的,当时不敢用爱的词去活来来形容,用初心或许比较坏当,那么分手后还会是朋友吗? 这个问题没有准确的答案,有的人分手后成为知心朋友,毕竟彼此曾经都很了解对方,困难的时候伸把手也是应该的,没有坐旁边看的道理。 但是并不是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这种方式,去小编了解到,大多数人在分手后再次见面都会莫名觉得尴尬,尤其是我们娱乐圈内的男女明星们。 毕竟圈子就是这么大,出席中央的活动不免都会到场,能遇到也是在所难免的,就看自己怎么化解这样的尴尬了。 第一位,胡哥,江苏莹小编,对胡哥的认识,还停留在他设先见的时候了,那时的他不仅拥有帅气的外表,幽默搞笑的性格,也让观众朋友们记住了他。 现在的他在演艺道路上,也是顺风顺水的,自从胡哥出车祸之后,对他的打气很大,之后的他在性格上就变得很成熟了,但是事业并没有戛然而止。 出演的电视剧也受到好多人的追捧,感情道路上的他却不怎么顺利,和他有过绯闻的女明星,也估计只有江苏莹了。 两人确实是在一块过,但是没多久就分手了,直到现在双方的感情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 从网友爆出两人分手后再度同化的照片来看,作为只隔一个人的两人,可以看出江苏莹有些尴尬, 但是看着江苏莹的胡哥这眼神可真是不简单。 第二位,郑爽。 张汉郑爽和张汉众所周知两人一流星雨心细生情,当时的这对小情侣被外界可是相当看好的, 毕竟看过流星雨的观众已经习惯他们在一起了,粉丝们也希望两人可以走到最后有个好结果。 天不如人意最好还是分手了,分手之后两人受读同化是在一次板降典礼上, 但是的张汉对郑爽说小爽,我可以再抱抱你吗? 眼中都充满泪光,可见两人曾经真是相爱过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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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